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容真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2月20日是联合国的国际人类团结日 相信许多人不了解这个日子的意义 其实这是联合国为了提醒世界各国 要遵守其国际间的约定承诺 希望大家一起互相包容彼此的不同 共同互相扶持 一起努力消除贫困 让大家能够共同好好的生存在地球上 这两年新外肺炎蔓延全球 病毒不断的变种扩散 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 更需要彼此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灾难以共度为基 有人民才有国家 所以国家是为了照顾百姓而存在 而税制又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更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日常只要消费行为 就已经缴纳5%的营业税了 几乎是人人离不开税 而台湾的税制又是如何运作 有没有好好照顾到百姓呢 让我们欢迎Kate来探讨与分享 她所看到台湾税制上的诡异现象 感谢主持人 各位先生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te 是一个医疗人员 当初自己因为不明原因的晕眩 求知中西医都没有办法治疗 西医也找不出原因 中医说是气血不足 当时我觉得吸不到气 但血中的血氧浓度量起来都是99% 查不出问题 走路不稳 做了很多检查 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西医只说是内耳不平衡 中医就是让我一直煎中药喝 喝了几个月效果也不明显 因缘忌讳下进入太极门练气功 经过气功的调养 跟自我反省 我发现是自己太心急了 在医院上班因为工作量大 很心急 加上自己本来的个性就是个慢狼钟 为了加快自己的速度 原来上班时都一直憋气在工作 调整气息之后 头晕就改善了 也从练功的过程中 学到了很多人生智慧跟做人处事的方法 自己获得身心健康之后 也把家人一个一个带来练气功 甚至当时我高龄97岁的奶奶 因为爸爸意外过时 开始身心状况 越来越走下坡 渐渐双耳也开始听不见 为了让她有更多人可以接触 也希望她变快乐 所以我带她来太景的念工 意外的是两个月后 她竟然慢慢的听得到了 本来自怨自爱的奶奶 也渐渐没在埋怨了 换来的是笑口常开 但是毕竟年纪渐渐大了 慢慢的奶奶有一些健忘失智的状态 一件事可以问将近十次 甚至更多 刚开始的我不太能够理解 几次后不耐烦 还很不礼貌的大声跟奶奶说 你已经问我好几次了 但是自己每次说完 心里都觉得很愧疚 又很后悔 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后来透过打坐反省自己 其实奶奶的状况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 那师傅要我们学着反省自己 也告诉我们转动自己 转动世界 于是我想 奶奶一直重复同一句话 那是因为每问一次 对她来讲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也应该跟着她同步 每回答一次都当成第一次 转换成这样的心态后 我每次回答奶奶同一个问题 都能开心面对 这就是师傅教我们新的功夫 教我们弟子从反省中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跟做法 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是民国95年进入太极门练气功的 入门后我才慢慢知道 太极门深受国家法税的迫害 我想如果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 一定都会被表象给欺骗 民国85年12月19号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力 搜索太极门全国道馆 而且更带着媒体大肆报道 说太极门养小鬼炸气 当时民风唇曝 我想看到报纸跟新闻的人 没有人会相信 也没想到 身为一个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检察官 竟然会栽赃人民 竟然会大费周章 大动作来欺骗全国的人民 难怪社会舆论一面倒 让太极门师徒 常年承受舆论的伤害 与世人异样的眼光 而且一般台湾人的想法大多是 你如果没有怎么样 国家怎么会这样对待你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一般人真的很难想象 事实却是国家系统性的 在欺骗人民 误赖人民 再来民国96年 太极办经过超过十年以上的刑事诉讼 终于三审 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 但是国税局居然不认账 其实一般的民众如果没有详细了解这个案子 光听也会觉得怎么可能 现在怎么时代了 政府不可能不认账 民主台湾耶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如果大家再去了解更多案例 你会知道 原来被国税局滥权磕税的案件比比皆是 许多状况都离谱到你难以相信 吴佩纯小姐买补习班没有买成 国税局竟然把之前老板的税开在他身上 即便诉讼打赢了 国税局还是不理 叶阳春 若俊光博士 都是因为专业技术或专利作家拥有股票 几乎都还没卖 就被国税局磕了天价的税 那他们都说要拿股票给国税局抵税 国税局竟然都说股票不值钱 那我请问 当初的税是用什么计算出来的 还有四大港商因为税金计算的方式跟国税局不同 其实根本没有扫缴税 竟然就被国税局罚款七到八倍的税金 诸如此类的案件非常的多 难怪台湾经济越来越差 就连我自己也遇到被乱磕税的事情 幸好有求助法税改革联盟出面 顺利让国税局没有开出违法税单 再来民国99年 立法院针对太极门案召开公庭会 当时时任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跟中区国税局的副局长萧素春 当场公开答应要撤回错误的执行命令 但是至今都没有履行承诺 其实如果不是看到公庭会的影带 我们也不敢相信 台湾政府官员竟然会这样欺骗人民 甚至109年的8月还拿着网法裁判 强行把太极门的修行预立地给违法拍卖了 同年的9月7号新竹分属 依法发文给承受土地的中区国税局跟台北国税局 附上一个不动产权利移转证书 并表示他已经向苗栗胜政府的税务局 缴完了土地增值税跟地价税 其实国税局从领到这个权利移转证书 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了 但重点来了 这份公文罕见出现关键的复计事项 这个复计事项的第三点 提到如果因为这次的拍卖过程有瑕疵 而且之后法院判定拍卖无效 或者要撤销这次的拍卖 就必须把土地还给当事人 那么这张权利移转证书就自动失效了 而且新竹分属可以命令当时共同承送的 移送机关就是中区国税局跟台北国税局 撤销土地的拥有权 并且通知地震机关 助济土地移转的过程原有就可以了 中正大学特命教授黄俊杰表示 怎么会有执行程序终结的 还有附带条件的 而且拍卖完加赖会不会变成无效 应该是未知的事啊 怎么会有人事先就附计说明 黄教授认为说 在这个执行程序后面的转移过程 很罕见会有这种附计事项 这代表执行署的新竹分属 当时在接到高层行政法院两次通知之后 就新民就知道这个案子可能会有争执 而为了避免将来的争执发生 所以先把附带条件内容写进去 然而新竹分属是不是希望利用这种方式 事先为自己的违法拍卖罪行脱罪 依法来说呢 执行署在拍卖之前都应该查明确认 每一个拍卖案是否合法 而且确切是可以执行拍卖的 才能依法进行拍卖 但是从刚刚讲的状况来讲 恰恰是相反的 试想 如果行政执行署当初知道这个案子有疑虑 为何要强行违法执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高额奖金 引诱执行官赴汤蹈火 甘愿违法也不怕 再来 如果最后真的附计是像所说的这样 法院判定执行署的拍卖无效 应该要撤销执行 也归还土地一个当事人 那么已经落入执行官们 口袋的高额奖金是否会归还国库 这就是另一个耐人寻微的问题 如果执行署早知道拍卖完后 土地可能会归还当事人 而到手的奖金也可能会飞了 他何必大费周章 先是内部公文往来 两次买收媒体 大动作抹黑当事人 急着在短时间进行两次的违法拍卖 就协商国税局当场收归国有 因此另一个比较合乎常理的推断就是 无论行政执行署如何乱拍卖烂执行 奖金永远都不用归还 所以不管人民的生命财产再怎样受迫害 就是先卖了再说 真正的答案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今天是国际人类团结日 其实自古以来历史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权都是人们集体团结争取来的 我想面对台湾各种人权 尤其是现在面临这么严重的赋税人权的问题 更需要全台湾的人团结起来 一起告诉政府 我们拒绝违法课税 拒绝违法官员横行 而红中秋案就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 50万人上街头 就冰山理论而言 50万只是浮出台面的民意 冰山底下数以百倍的民意 才是政府忌惮害怕的原因 足够多的人民站出来 就能够翻转停止国家暴力 大家一起努力 只要声量够大 就能够终止国家暴力 所以 泰吉曼显现的台湾国家法税问题 是每个人的责任 是历史的工业 但若解决了 也是台湾的功德 能共同带领台湾未来世世代代的子孙 有一个有法治的国家社会 有赋税人权的未来 经济自然繁荣 国家人民自然长盛长久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Kate深入剖析 台湾税制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代表整个国家法税制度出了问题 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更是历史的贡业 唯有全民团结形成舆论压力 才能翻转与停止国家的税暴力 接下来我们欢迎线上的 另外一个好朋友于晴 他要以亲身经验来分享 他发现一些台湾不为人知的法税黑幕 主持人好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位太极门弟子 进入太极门练功已经快八年了 我在科技业上班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 功课普通 长相普通 所以很没自信 长大后 只有一个很突出 那就是追尖盘突出 事业正在打拼的时候 身体的疼痛让我半夜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 凌晨五点就痛醒了 去大医院做了很多检查 才确诊是追尖盘突出 医生说要进行脊椎手术 当下我的眼泪马上飙出来 我问医生说 一场手术会让半身瘫痪吗 医生回答 几率是千分之一 回家以后我将担心po在网路上 被失联已久的朋友看到 他问我要不要去练气功 妈妈那时候也有严重失眠的问题 朋友也建议她练气功可以改善失眠 所以就这样 我就先进太极门来练气功了 入门之后三个月后 我就可以睡得着 也不会在天未亮就痛醒 惊喜的是在这里师父教我们 自己教自己的功夫 认真好好去实践之后 居然发现小时候很多 自卑不愉快爱生气的惯性 也慢慢被治愈 心里快乐身体就变健康了 也懂得助人为善最快乐的道理 所以我的家人好朋友也都相继入门 一起在神器大家族开心练功 人生翻转大不同 觉得自己真的是万事有幸 太极门这么好的环境 是台湾四位总统都肯定的 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连蔡英文总统也赞扬 太极门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但是既然在25年前被无良的检察官 侯宽仁又一张违法的起诉书栽赃 说我们养小鬼根本是蓄意抹黑 还滥权积压我们师父师母与师兄姐 91年监察院主动调查 发现侯宽仁办案时设犯八大违法 且将此案选列在 第三届监察院人权保障工作汇总报告中 的重大人权保障案例 但是如此 胆大包天违法滥权的检察官 竟然现在还高升法务部连政署副署长 真的是令人气愤 还好人间还有正义在 吴忠生有的太极门案 经过刑事法院123省的详实调查审理 耗费10年3个月 前后14位法官开了58次庭 总共9570分钟的调查 经过约200位证人的交互结问下 结果太极门全部胜诉 96年7月13日 三省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 太极门税务冤案 创下了我国司法史上社会瞩目案件中 123省都无罪确定的首例 甚至1省赵子荣法官 2省的审判长温耀元 都站出来替太极门说话 就是期盼官员能终止假案 落实真正转型正义 现今全球化的科技时代 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永续的问题 全球都是生命共同体 必须共生共存共融 一定要靠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 也明确的指出 团结是21世纪维持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之一 世界上资源最多的人 应该去帮助那些遭受痛苦 或者资源匮乏不足的人 而且在全球化下 人类间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加强国际团结更是重要 联合国将12月20日定定为 国际人类团结日 强调全世界各国要互相包容彼此的不同 希望共创全人类的福祉 希望能彼此攜手永续生存 促进国际间各种人权和平 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希望能消除贫穷的问题 蔡总统曾经接受CNN专访 他说台湾克服了一次次的挑战 我们从贫穷走向繁荣 从威权走到民主 但是我们从太极门案却看到 台湾的税制始终还在威权体制之下 不断的制造税务冤案来侵害百姓的人权 总统他又说台湾像是一座灯塔 2300万人民每天很努力的保卫自己和民主 确保应得的自由 但是太极门师徒用25年的生命捍卫公理与正义 至今怎么都还没看到蔡总统所说的 应得的信仰自由 修行圣地与基本的生存权 这些才是太极门师徒 真正应得的民主人权与自由 国际知名人权杂志寒冬 屡屡在国际场合为太极门案发声 并带着太极门走过很多国际会议 甚至有国际人权团体数次提案送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醒联合国严正重视太极门案的人权迫害问题 他们认为世界各国都不能透过克税 也不能透过没收土地这样的手段 来迫害任何信仰团体 美国最近公开呼吁 联合国体系应该包括台湾 为了与国际接轨 蔡总统您更应该与人民跟正义站在一起 好好了解太极门案的整个历程 您会知道台湾许多行政环境中 充斥着违法官员、违法行政 您会知道您被底下的国税局 与行政执行署、违法官员騙了多久 他们欺骗您、欺骗五院、欺骗人民、欺骗世人 一直在伤害全国百姓 我是一位工作压力很大的科技人 很感恩在太极门练功 让我能身心平衡 即使每天上班12小时 我每周假日还是愿意顶着大太阳 站在街头开讲 愿意牺牲睡眠的时间 自己请假去参加论坛 我愿意下大雨再凯道呐喊 请总统救救人民 我与太极门的师兄师姐 还有很多税在户门 去了凯道超过十次 现在海内外 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等正义知识都站出来 就等着小英总统即刻救援太极门 给我们正面的回应 归还我们被违法收归国有的修行预定地 这样台湾民主才会进步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 期望小英总统勇于承担解决问题 依据国际两公约 落实转型正义 才能与世界人权接轨 迈向真民主法治 我的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于晴的分享 简出了违法官员令人法子的违法不当行为 国家如果不讲求公平正义 真的就跟黑班没什么两样 如同香港人权律师商普所说 其实一个人的不公益 就是所有人的不公益 我们看到台湾法税体制的问题 就是在面对政府体制内 强大的共犯结构问题 法税改革 要能够真正落实 唯一的解决之道 就是全民的团结与良心 才能瓦解 违法官员层层叠叠的 官官相复与违法乱纪 历史学家兼政治评论家 胡中信曾说 真正的救赎 就是要让公平正义落实 也提到 当有人被迫害时 你保持沉默 你就是变成加害者 我们都希望台湾更好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不能当沉默的羔羊 全民团结一起来 跟政府大声的说出五个拒绝 1.拒绝违法税单 2.拒绝协商缴税 3.拒绝税务奖励金 4.拒绝行政执行奖金 5.拒绝任何检举奖金 我们要坚持拒绝任何会引发贪婪 造成违法的诱因 好好落实法税改革 台湾赴税人权 才能有真正实现的一天 谢谢今天的羽谈人 与线上的好朋友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万物有权力 自由平等与人权 人才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的尊重 神明可归自由高 平本法治众人权 osi onlica 欢迎订阅 兴奖金 的良心 一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皆皆皆 God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和平 别的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相人选 守护良心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天下皆开心 人人有快乐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和平 别的有爱与和平 世界共鸣相人选 神圈之上 放尘命灯 天地人分宜 神圣之上 需要恢复立 人之下 祝福